Carson问你是否要离开香港 他说他觉得你分析得很好 他说可否送一只股票下半年必持的给大家 谢谢你 下半年必持的股份 你突然之间问 我觉得比较难一点 因为我主要看就是看年结之后 年结之后就有机会了 年结即是你说6月30号 半年结之后 年结就很久了 如果你说这一转比较强一点的话 我觉得risks 我就信心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刚才说领战那些 或者你其他的risks 我觉得会好一点 是差的 是的 也是差的 还有本地地产股 譬如今日经济日报 股份推介的十抽 我觉得我很赞同 譬如你见到今日它也逆市强 其实本地地产股这段时间 是稳中求成的 你NAV的质量又高 然后你的息率又OK 还有你看经济复苏 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说你大价的话 我觉得你照看新世界 40元那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考虑是日注 另外冷静一点 就看着risks 我觉得这些就稳静一点 但是另外一些 譬如今日 开始都说了几次的小米 小米我觉得下半年 应该都可以继续做好的 如果你27元左右 有些位置看到的话 下半年的胜算应该到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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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